準備積極的難道 手點頭和天池 水很漂亮通通好 今天是九位大地震第十七週年 也是國家防災日 副總統陳建仁在台北市長柯文哲的陪同下 到台北市的幼稚園出席國家防災日的活動 一到現場就收到小朋友熱情的歡迎 現場小朋友紛紛好奇的問副總統 平常喜歡吃什麼 平常在做什麼工作等等 市長柯文哲有趣的回答引起現場一陣大笑 你喜歡做什麼 最喜歡做什麼事情 我平常都是要上班還有追接外機 還有開會幫大家解決問題 做大家的途人 那我們也來問問看這個市長 他平常都做什麼工作好不好 好像是被罵 我們市長很辛苦 除了有趣的問答外 副總統和市長也和小朋友一起防災演練 副總統在致辭的時候也強調 防災最重要的就是平常要有準備 防災最重要的就是平時要有準備 當我們碰到地震的時候 記得了很好的口訣 譬如說剛才都不跑 不推 然後不雨 市長柯文哲會後接受媒體的訪問 那個跟小朋友說你的長輩 那是有一種疏乱的感覺 沒有沒有啦 這本來就 沒有其實喔 以前我們說做一天和尚壯一天壯嘛 那有新的概念 市長你看這個 這樣的一個演練有成效嗎 沒有其實喔 其實這主要是觀念的快速啦 楊芳林確定有不住了嗎 最後一集 他大概就是 我們就尊重他的意願 讓大家吃吃 好